歡迎來到膠攝現場 hasticphoto.hk 有時跟車就真的不要太貼 雖然我想各位用Nikon Z8 的用戶 一聽到Firmware Upgrade 2.0 有這麼多強勁的功能 簡直直逼Z9 4.0 的Firmware 大家想都不想就立即上網下載 update新Firmware 因為update的過程中 在Nikon是挺容易的 參學將卡度、電穩定 在裡面按幾按就可以立即更新Firmware 但是有很多不忠實的用家 就像本人一樣 就整手都Sony鏡 中間用一個什麼的方式 就令到你可以用到這麼多 完美過渡你的E-mount鏡呢 就是用一個MegaDepth E-TZ 21 或者 E-TZ 11 或者 E-TZ 21 Pro 其實中間是包括了三個不同的型號 現在在街上買到的話 全部都是21 Pro 因為其實無論是硬件、軟件都好 MegaDepth這間公司 都不斷地慢慢進化 到我慢慢回到之前的話 原來是前年的5月 慢慢不斷更新 就不斷地追 就立即有交識的觀眾 就以身試法 就是說我update了Firmware 但是我就用不回那些鏡 怎麼辦呢 那快點買Nikon的原廠鏡 或者直接買Nikon原生Mind的ArchLab 沒有接點的鏡頭就安全了 有接點都危險了 所以這個位置 除了幫我們買ArchLab之外 我們有責任去幫你平衡一下你的心理 那樣的不只你一個 那我就立即去Depreview 其實出了一個星期 那立即蜂擁而至 就個個都說 我不行啊 你不行啊 個個不行 是的 真的個個都不行的 那還要大家都要考慮一下 其實MegaDepth這個內地品牌 剛剛人家在放年價 應該放到初十的 而它放完初十度 開始去追上這個Firmware 那是有歷史得計的 那這件事在Nikon Z9的時候 都發生過的啦 大家都不聽書的 即是你Z9其實上了4.0之後 你一更新的Firmware 同一時間都發生了 你用不回MegaDepth 你上不回所有E-mount的鏡頭 那這件事持續了多久呢 其實就很慶幸的 因為在Nikon Z9 Firmware 4的時候 其實是2023年的6月13日出的 那就看回了 其實MegaDepth在用多久的時間 來解決這件事呢 是2023年的7月3日 說的是半個月多一點的時間 即是說三個星期左右 它就完善了一件事了 那這次你計算六年吧 即是給到盡一個月 我想應該這個E2Z21 Pro 就應該可以解決到問題了 放心吧 我想現在你在街上買到的 都是一批比較舊的貨物 而農曆新年過後 即是再到貨的話 應該都是可以 即是新來的那批貨 應該都已經更新了 可以給Z8Firmware 2.0版本 使用的硬件了 那所以如果想買未買的你 我建議大家就等一等 就等農曆新年過後的大貨回來 才去upgrade 那你就可以有一個原生 update firmware 甚至乎可能是 硬件小改款的版本 可以出現到 因為其實MegaDepth這麼多代 每一代都有少少進化 國內的廠 有部份是要到2月26日才開始上班 那你如果預算兩三個星期 其實你希望三月底之前 應該都會見到更新的了 始終我們逆向那班工程師都很快手 應該不是那麼難的 但是都要一點時間 剛巧撞正龍力連 都不知道Nikon是否有心這樣出 不過Nikon窩窩有心出 除了要玩你的鏡頭 用這個Sony鏡頭的最大的用家之外 其實都玩了很多用電池的用家 的確有很多用Nikon相機的人 都是用了一些3rd party的充電 其實自從ZF出來之後 其實我想應該有很多 你是本身Z8的用家 都會發覺 咦明明Z8都用到3rd party電 為什麼去到ZF 都用不到3rd party電 當然有些過到骨 是你幸運 但是我始終都會推薦 大家用原廠電的好處 因為就是說 其實今時今日 現在Nikon出的電 就算它自己同一個型號也好 它都不斷 即是ENEL15C 這顆電 其實那個C字 有一個意思 就是它可以讓你用USB-C的 PD充電在機身裏 就一路充電 同一時間一路用電 而是不會損耗到機身和電池 所以如果你是用3rd party電的話 你就千萬不要想用USB充電 這個問題 一來就是會雙機身 二來就是會加速你的機身和電池的老化 所以為什麼就算Nikon也好 它不斷的 就算那個form factor 外觀 排線 看起來好像一樣 都好 其實它裏面的背後 是不斷都在改進 因為我們使用電的習慣都完全不同了 以前哪有想過 又可以插著USB-C C線就當著尿袋一路充電一路充電 以前都會用假狗電 但其實現在已經不再需要用這個做法 因為你可以用一個尿袋 PD供電給相機 用了機身穩壓的方式 這個特別是去一些很寒冷的地方拍攝 拍照的人 其實是很大的用處 因為你以前用假狗電的時候 其實你是只不過在供電系統 你是沒有溫暖的 但是現在這個方式 用USB-C線來充電的話 其實無論你的機身 你的電池 都是在機身主板控制的範圍之內 來充電和使用電 所以如果大家在用這個3rd party電的話 我也奉勸買回原裝電 因為當那個機身都做得這麼好 讓你可以用USB-C來充電的話 那更好的原因 就買回原裝電用 因為你就會穩妥很多了 不是的,Joey 我用Sony那邊 有些3rd party電 可能我不斷在換 都沒有問題 只不過你入機身 會問你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負責任的? 你用雜廠電 你這樣OK便繼續用 不過顯示電池電量 就沒有% 只有電 有沒有洞 所以是否用Nitcoin的人 需要多付錢 用Sony的人省點錢 不是的,Colin 因為Sony的人不會用Nitcoin的鏡 但Nitcoin的人可以用Sony的鏡 你明白嗎? 現在是你們轉會 不是我們轉會 對呀 我不轉會 我還有問一件事 Colin 其實你用負廠電 你拆過USB充電 充不充得到? 不知道 我有很多電,所以沒有理 那負廠電的人不用這樣? Sony的人有很多電 不是不是 有個經驗 因為很多年 因為之前我用小電 我有十塊的 我以前也是 有人試過 入手柄用兩顆電 然後再用外置電 那時候還沒那麼完善 但是外置電 USB都被你用到 但是試過 我認識兩個人 都壞了底板 因為長插來用 聽說的經驗之後 就沒有這樣做到 除非很重要的情況 沒有一顆電 我就會這樣用 但是就不會經常這樣用 公平一點說 其實A73之後 都一兩顆電就夠了 好笑 好像以前 要帶十顆電出外 都是真的 沒有十顆 搞不定 所以你解決了的話 就支持一下 買回延長電 因為運壓很重要 大家都要留意 其實在你充電 或者你機身用電 你在電池裡面 為什麼要有這麼多支針 其實是平衡充電 和平衡用電 即是你的機身 就會懂得平衡用電 但是如果你充電 那一刻 你不是原裝方式 來做平衡充電的話 其實它裡面 那兩顆電 或者可能是三四顆電 來組合的話 會突然間有一顆 特別老化的 如果你是用原裝充電的話 就會省掉很多這些問題 我有十顆電 但有五顆原廠電 夠不夠? 因為真的很貴 如果便宜一點 就可以選擇一下 我可以選擇 你會選擇 架子 你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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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選擇 你自己的 所以你現在 一定會選擇 我可以選擇 你先選擇 我的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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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